面對鏡頭拍下照片 手臂機械又波形線條開始作畫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臉就呈現出來 學生也拿著照片請市長簽名 北市教育局和科技公司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 台科大產官學合作 成立北市工業機器人技術教學中心 他也提供了一個實習的機會 讓學生在學校的階段 就開始去接觸產業 所以確保學生畢業就可以就業 很多很多的製造的know how 產業精進的技術的提升 這個know how 是因為理論跟實作 在互相激盪的成立 對學生來講 他學習也不是變成非常主動 而不是說被動 請節拍 拉下布條教學中心正式啟用 透過業界捐贈設備 每和七所公立技術型高中合作規劃課程 讓學生透過實作接軌工業機器人產業 而台灣機械業被封為另一座護國深山 理事長思國一表示 台灣半導體電子業大爆發 帶動機械需求上漲 尤其半導體相關的機密機械這部分 像晶圓機器人各方面或是耐米定位平台這方面 機密定位這部分 機密機械這部分機器人這方面 傳動設備這方面都是有很大幅的需求 思國一也談到台灣防疫有成助攻 機器人導入對比國際成長迅速 也期望下一步能將機器人自動化 導入人才難求的中南部中小型企業 新唐人哈電視湖 宗漢真心明台灣台北報導 樹葉不相機械一波 麒麟 全然登康 在好像讓 鳳梨 根 buttons 谢谢大家